1958年8月25日,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伊拉克共和国建立大使及外交关系 中国首任驻伊拉克大使为陈志芳 伊拉克位于亚洲西南部,阿拉伯半岛北部,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 国土面积约44万平方公里,人口约2300万 居民中多数信奉伊斯兰教 建交以来,两国关系发展顺利 1990年,海湾战争爆发,中国反对和谴责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 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,中国政府和红十字会向伊拉克难民提供了紧急援助 2004年8月25日,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,国家主席胡锦涛,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,并发表重要讲话 222名驻外大使和总领事驻国际组织代表出席 222名驻外出席会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